其實公務員本身在公務員守則裏面講得很清楚 他要是效忠這個特區政府 如果按照這個公務員共事局的講法的話 他甚至是一定要完整地執行這個特區首長的所有指示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講 要再加上一個宣誓的安排的話 其實只是代表了特區政府是對連自己 核下的公務員都有非常大的一種不信任的狀態 而是希望透過形式上面再加上一個宣誓的聲明 去令到公務員是會更加容易 是可以被追究他在一個執行細節上面 可能會是跟這個特區政府不一致的地方 或者言論上面跟特區政府是不看齊的地方 而這個最明顯就會衍生了的白色恐怖 因為在這個宣誓聲明當中 其實一直在說的所謂擁護基本法 效忠政府這些行為的時間 如果日常的公務工作上面 我是絕對對公務員是有很大的信任的 因為他們一直以專業的態度去執行這個政府的政策 而這個問題就是你從過去反修例這一年裏面所見的現象 為何要這樣做呢 似乎就是很牽涉到是一些意見的表達 對特區政府的政策如果是看到一些問題的時候 公務員似乎就沒有了他可以有的一個權利呢 去表達他不同的意見 甚至就是過往一直說 他可能用個人的身份去表達意見的時間 都會因為他剔了這個宣誓聲明的時候呢 是被剝奪了他這一個是個人意見的自由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講 公務員守則本身已經對公務員的工作呢 有很大的一個是約束 而再加上這個宣誓聲明的時間 就可以再進一步呢 是將這一種的約束呢 是擴大到不單止是他日常的工作 日常的言論 甚至就是他個人的言論呢 都可能會被包含在內 所以我覺得這一個是新的做法呢 其實都是進一步去 是在國安法之下想推展的 一種虔制言論自由的手段來的 李興學議員 都想問呢 剛才你說政府公務員宣署的一些宣誓文件呢 也都侵犯著公務員表達國人的自由呢 那你怎樣看 就是美國呢 以前他炒了一些不聽列根總統 復興亂語而罷工的人的公務員呢 還有澳洲呢 炒了網上表達意見 就是反政府的公務員呢 你會不會都是貶責這兩國的政府呢 我覺得在那個言論自由的保障上面呢 我們一定要看回那個事件的本質啦 而一直以來在香港的公務員呢 他都是按照這個公務員的守則呢 去忠誠地履行他在公務員的責任工作上面 也都以專業態度去處理有關的事情 而今天特區政府是在國安法的條件之下呢 是加入一個這樣的宣誓的元素的時候呢 其實是令人家有很多的聯想呢 就是這個聯想是不是就是要將 一直行之有效的一種方法和安排呢 是要改變 而這個改變似乎最有可能的原因 就是牽涉到一些意見表達的自由的渠道呢 都因為這個宣誓聲明之下呢 是受到約束 製造一種的韓城效應呢 我想回應一下關於公務員宣誓 這一個最新的文件出了 那其實全部都是橫橫相扣的 由早幾個月前呢 當他將這個基本法22條呢 扭曲了 令到中聯辦是成為22條管不了的 一個中央人民政府屬下的一個部門可以 不需要你22條是可以干預香港的事務之際呢 其實我那時候已經說了 其實就一步步來的 就緊扣了現在的國安法 再緊扣了現在的公務員宣誓 就直接呢 就簡單點就是中聯辦直接治港 那為什麼這麼說呢 首先 基本法22條已經不適用於中聯辦 就是說它可以直接干預香港的事務 接著它就用國安法來確立 中聯辦的主任 成為這個國安委員會的顧問 也都是令到一個國安處在香港 今天開幕了 那令到呢 是可以直接掌管政府部門 在國安法裏面呢 也都講到明是可以有指導 這個特區政府的 來涉及任何國安法 當然啦 國安法是闊得不得了的 根本上是傳宇宙整個銀河系都關它事的 的時候 現在就去到公務員了 令到公務員 透過這個宣誓 效忠這個基本法 變相 就是說也都是效忠了這個國安法 那不要忘記呢 不是單單只是效忠基本法這麼簡單 這個宣誓呢 如果大家有印象就是去回當日的釋法 基本法第104條 它會不會到其時也都是同一個邏輯去演繹公務員的宣誓呢 因為104條那個的釋法呢 在最後一段第三呢 它是這樣說的 它104條所規定的宣誓呢 是該條所列公職人員對中華人民共和國 及其香港特別行政區作出的法律承諾 如果你看回基本法第104條呢 它那個呢 只是說是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而已 應該說 我再說一次 它是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 香港特別行政區 104條是這樣寫的 但是當日的釋法呢 就已經是將這個定義呢 是變了 由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呢 你以為是一個個體 就變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及其香港特別行政區 將它一拆了二 好了 那你現在這個公務員宣誓 他雖然字面想說 就是效忠香港特區 其實背後的原意 他不會用回 剛才所說的基本法104條的釋法的方向 就是說 你不只是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 是說你要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 及其香港特別行政區 那所以最初聶德權之前 一上任這個公務員事務局長的時候 他剛才說的一番說話就是說 香港公務員其實不單是香港公務員 亦都是中國的公務員 其實這些全部是一個鋪排 出來了 那所以往後的香港的公務員呢 不好意思了 將來你宣誓之後呢 就算中聯辦叫你做任何事 任何的所謂的指導 或者直接的命令 或者要你匯報 你都必須要做了 否則的話呢 他就可以說你違反宣誓 那這一個呢 就是環環緊扣 由二十二條 基本法二十二條 去國安法 去到公務員宣誓 全部是一條龍的了 所以這個是更加明確確立了 香港政府已經是由中聯辦接管了 OK 有沒有問題 可能更加少 夠膽去發聲啊 集會等等等等 一定啦 就是任何的集會 到時候 可能又說你違反國安法 那你違反國安法之餘呢 除了你上面有些的懲罰之外 也有國安法在這裏寫的 任何人違反國安法 已經不可以做任何的公職了 這個公職是包括公務員的 裡面寫了的 那所以其實只要任何公務員 他任何的發聲 而中聯辦是認為他有問題的話 或者是不同意的話 其實那一位的公務員呢 可能會即時被隔離 那而你會見到 在整個步驟來講 用這個國安法之名呢 其實是可以隨意安插任何 即所謂的黨委的人 入不同的政府架構部門的 那現在你說的 無論你是由交通啊 無論你是衣食住行呢 其實全部你都可以扔到國安法的 那因為譬如你說一個倒路 那這個是交通的問題啦 那當然呢 入境處 那這個又有問題啦 稅局 那你又是國安法 裡面又可以扔到下去啦 一些外國資金 勾結外國勢力 他又扔到稅局啦 甚至乎食環處 因為他是發一些牌照的 違反國安法 可以吊消你的牌照的 等等等等 其實有很多的政府部門呢 是可以牽涉倒入到國安法的 到其時 如果美其鳴就是說 因為國安法的原因呢 我也免得你麻煩啦 我就直接安排一個 國安公署的代表 放進去你的局 或者是你這個處 方便你聯絡 方便你不清晰的時候 可以問我 甚至乎他也是在行使著 所謂的指導的角色 都是可以的喔 這個黨委的模式 其實在大陸 就是一直在走 只不過香港人是接受不到的 以前 但是因為已經九七了 已經香港呢 已經回歸了了 所以根本上這些的 就是遮醜報 所有事情 或者所有的承諾 現在是可以不需要的了 那他當然是說 我們現在做的所有事情 都是符合基本法 那當然是符合啦 因為這個國安法 是你現在新做出來的 包括附件三 就說這個是基本法的一部分 那所以他所有事情 都一定是符合基本法的 如果你這樣說的話 他任何一個新的規矩 甚至乎他現在如果出一個新的國安法 說原來這個中聯辦 是有權宣佈香港 是停止一國兩制的 他這樣放下去 都會是符合基本法的喔 是不是 只要他透過附件三 他說這個是人大常委 來作出的決定 放下來就可以了 就算你說是和基本法有所不同 昨天在這個立法會的 panel 裡面說了 鄭若驊其實說得很白了 因為他說這個國安法 其實都是等於基本法 又是基本法裡面 來到演繹出來的 那所以呢 就一定是凌駕了的了 他沒說到出口而已 但是他絕對是這樣的意思 那所以你看到這個 所謂的一國一制的來臨 其實已經是很實在地出現的了 不是說會來臨 是已經來臨了的了 特別是他這次再加上 這一班公務員的宣誓呢 更加是牢牢掌握了 特區政府整個運作 過去我們講的公務員 是講政治中立 講的是效忠這個香港特區 講的是這些的嘛 現在沒有了 因為你有了國安法嘛 甚至乎在國安法裡面 是惡到你做一個證人 他認為你一個證人 你連保持沉默的權利都沒有嘛 他問你的時候 你都要講的嘛 所以就是說已經是完全將 這個大陸那套法例 由這個國安法進來 也都不單止是法例 也都是將整個行政 也都已經是交了給中聯辦的了 整件事情已經